不管怎麼訂 票沒有就是沒有 春節勝不到一個月 台鐵東部列車搶票站 5號凌晨開始 目前2627號台北往東部方向 以及1月31號花東往台北的尖峰時刻 長途自強號座位已經全部售出 民眾是幾家歡樂 幾家愁 四個人訂在螢幕前 可是完全沒有辦法訂到任何一張票 因為準備好要按訂票開始 全部當機 我按第一次然後就買到了 然後我試著想要買第二次就沒有了 領到票的民眾超開心 統計到9點為止已經賣出19萬筆 超過40萬張票 但沒訂到票的民眾還有機會 7號上午9點還會釋出另一波剩餘訂票 不過今年發現瞬間進線量比往年大幅降低 台鐵歸功於網路妨害程式 以及鐵路法加重罰則達到嚇阻作用 進線量是在16萬多筆 那跟去年105年38萬筆來 來相比的話是掉了很多 另外在春節前後離風時段祭出七折紅野列車 民眾也可以多加利用 大愛新聞台北綜合報導